大家都会认为说两周到一个月 相关它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情况 两周关键期台湾持续提高警觉 尤其邻近香港日本都有Omicron个案 马上迎来的圈节反台潮 7加7会不会受到影响 7加7这样的方案 基本上大概就已经是定案了 这越改制让整体的防疫的措施越混乱 那相对在防疫应该是在有秩序的情况下来进行 陈时中曾说12月不排除会有首起确诊者 但就算如此7加7也不喊咖 目前第一关要交登机3日内PCR检验报告 入境机场生猴唾液裁检 接着第6和第13天要做鼻咽裁检 不过有医师认为两者应该交互使用 避免病毒阴阴阳阳的检验盲点 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列入我们的一个考量 那第一我们的检测相当的精准 我们相当对于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位置 我们都检测的至少要有两个位置 政策不改变面对Omicron持续呼吁冲高疫苗涵盖率 国内4种疫苗目前约547万剂在库 还有约390万剂需要验收 总共937万剂在手 更针对12到17岁青少年打高端疫苗做试验 一旦安全性没问题 担心BNT第二剂心肌炎几率较高的学生 就能有高端另一种选项 你要看他实验的结果 跟大家的认同还有ACIP委员的决定 另外指挥中心也针对受到疫情 无法反国的民众健保放宽资格 若因户籍牵出导致丧失纳保资格 可以向健保署申请 从退保日接续纳保资格不受到影响 从观认定毕竟疫情下反国不易 海外国民也是万不得已 TVB的新闻连至于无奇旧宣 SMG小组台北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